鄧志明輕輕鬥回來這邊,朱耀忠 用左腳斬過來中間,龍門出來了,慢了一步 家夫利慢了一步,給米茲的球員批到球 不過幸好球在情拋物質下,就奪不進空門 如果不是這個球,家夫利也叫做消鬚 劉寶華在中場這個球失了 給劉炳坤拿到的球,單騎直進,然後輕輕鬥給許孫榮 許孫榮趁著對方龍門出來,快腳把這個球送到龍門入面 2比0,上半場就升到領先這個比數 看看這個球,15號的新秀球員劉炳坤也參與 他送出這個球,最後落點也恰到好處 下半場的賽事換了邊之後,迫落底線 許孫榮將球投入中間,中間一輪的混亂之下 由何輝梅開二度,何輝射入這個球 令到星島的領先是3比0 何輝這場比賽中已經先後射入兩個球 有球的距離也很近,勝左肯前肯下 結果被他射入了兩球 好,李偉華過了,再過 最後那個球就脫了腳 黃耀迅,輕輕地滑橫 最後朱浩中這樣都想起腳 球就轉到這邊的嘉莉,輕輕地通入中間 向你嘉莉追成1比3了 但米之路還有兩球的距離要追的 這個球比得真是漂亮,是空曬的嘉莉 嘉莉亦都差不多中間有嘉莉 嘉莉在這裡當然有這樣的功用之下 現在已經沒理由會失手的 好球 梅麗逼入禁區,鄧智榮監著他 這個球是山高了的 那邊的劉炳坤把球勾回進來 亦都是出了界的 羅國泰今年執教到星島之後 終於成績真是好 當然這位教練也有很大的功雷 許宣榮壓過右邊的底線 最後就跟郭士尼拍在一起 郭士尼最後被認為足球是出界的 鄧鑑堅再把這個角球勾回近 近處那裏 想不到這個郭士尼和陳慶榮 大家互相誤會之下 陳慶榮在匆忙之中 將這個球拍入到自己的網窩裏面 看到這個球是米之路的龍門自己拍進去的 造成是4比1 令到星島是以大比數的領先 角球開出 星島的突擊 阿跳 就出了界了 球證周錫培也都是 趁這段時間球賽 停頓的時間 看看家夫利剛才打的手錘 可能手指就歪歪了 很緊張 因為今年星島的成績好 很多人認為跟家夫利的穩健有關 下下可能手指尖打手錘打歪了 就打一打 結果星島就以 是張寶春的後備龍門入批家夫利 不知道家夫利的傷勢 就是嚴不嚴重 等一下就要問他這個領隊 先說這個球 加利整個人連人帶球都飛過去 比賽的末段 都見到米之路都不是完全放鬆了 雖然比數對他來說根本是追不到的 好 好 張寶春出來這個球 脫手了 黃宇迅就想學何輝撿回的死雞 應該不行了 最後他自己也射出界了 最近米之路和星島的成績 大家都截然不同 究竟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雙方的領隊都有他們的意見 我想連輸幾場球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傷 球員也受傷 我們譬如有幾個主將受傷 在很多場球 我們都不是說 每個球員都是百分之百的條件上陣 另外一隊新的球隊 以我們今屆第一次 就是組織起來 一班那麼多的球員 是來自那麼多個不同的地方 那麼多的球隊 的球員合在一起 一定會遇到困難的 我想一支新的球隊 一定會遇到這個時期 希望在未來的時候 大家是給一些心思下去 大家在合作方面 多加一些心思 還有那些雙將能夠傳遇得快些的話 可能我們會有另外一番的面孔 都未定 而且其實在過往的戰績裡面 我們對漁院曾經有個很好的表現 都可以做得到的話 證明我們是可以做得到 只不過現在是一個困難的時期 為什麼呢 這隊球呢 我們今年 迷班之後 我們這隊球 打到現在 都未試過 不過最緊要 我們今年的宗旨 就是這隊球 要打起 對觀眾有交代 因為去年 我們降班 而被大家要求 我們在甲組 我們答應觀眾 答應球會 如果我上來甲組 我一定要搞好這隊球 對觀眾交代 觀眾說好 我才是 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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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幾場球看下去 就應該 我們這隊球 現在呢 打得都不錯 剛才看到龍門受傷 那對下一場 藍馬銀牌那場 半準決賽 有沒有影響 照我剛才看過 就不是 沒什麼問題 就是手指的 尾指 就屈一屈 雖然沒什麼問題 就看他 他的手指還可以動 就是裡面沒有什麼傷口 是屈身的 這場球呢 就在深水埗球場舉行的 白衣就是米枝路 現在呢 就是這個伊波路 正在進攻 踏過去左手邊那邊 吳家夢趕到之前 龍門陳慶寧這個球救了 在禁區裡面 都是大多殺出重慧的 還是伊波路的攻勢 波林泰頭脫一頂 龍門出來守著一打 湯神 看成員想搬攻 這個球也是被龍門飛身拓出 射和救都救得很漂亮 伊波路的中尚球員機力 加盟了伊波路之後呢 目前來講呢 那對球呢 就是戰績開始冒升了 湯神送過右手邊 在歐偉輪呢 高波鬥入去中間 那看看遠處這個球員呢 就再鬥回來中間呢 是波林泰一射 也是刪到呢 是這個米枝路的球員 出了架的 上半場 雙方打成 不給龍門走 下半場看看呢 這個伊波路有沒有機會 他就撕破呢 是這個後防線的防禦網 這個湯神的快射呢 已經出了界 連角球開出 吳鑑紅都斬過去 那這個球員 原本呢 沒有什麼危險的 不知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米枝路的後防球員 龍門和黃書 接著次輝呢 就是誤會了 結果呢 就是派烏龍 波比輝呢 頂了入自己的龍門 那看呢 是伊波路呢 打開這個紀錄 不過呢 好彩啊 那就是米枝路呢 憑著奸外球 那清道夫王耀信呢 一頂入網 追成是一比一 那練到的戰程呢 就再次拉成這個軍勢了 伊波路的進攻 在右手邊呢 蔡英文斬在中間 那他首先 歐偉輪呢 就不中喔 後面呢 就波能泰保中 那再到領前了 2比1 伊波路 湯神 捉爛了 一射 嘿 這個球正在眉頂的高出而已 鄧志明的副球 踢不到遠了 落在歐韻龍的腳下 波能泰就右手邊 迎光幕頂 給到他 中間呢 有三個球員呢 就是步了過去的 那結果 由機力呢 在十二碼一點呢 插水清一頂 靚波 射成是三比一 湯神挑過 但是後面的波能泰呢 急不扣就呢 再挑去遠處 那便益勢呢 歐偉輪呢 頂成是四比一 這波路是大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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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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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腸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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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週 感谢观看